当时我着急找不到你们 我还去工商局反映过情况呢 我还去工商局反映过情况呢 是你举包的 坐 你不是说带我去研究所吗 怎么来你宿舍了 今天不是周日吗 我们所里不上班 所以 你这汉海啊 就是我师弟做的 谢谢 一会儿找他来给你看看 好 看那眼吧 大理险少 看看 没事 太幼稚了 这儿 这实在是没 没那个领埃芯片 师弟 你可算回来了 这位呢 是买咱们汉卡的客户 他买的汉卡啊 带回单位里 一块也用不了 你给看看呗 一块都用不了 不可能啊 你看看 这个设计是我测试过的 不可能出现问题 你们单位用的是什么电脑 用的是杰弗森 去年刚买的 杰弗森电脑并不是兼容机 使用前 应该把主板的并置开关打开 但这并不是汉卡的问题 小闯 你怎么不跟人家说清楚啊 他那块啊 是买还生卖的 那 那我错怪你们了 当时我着急找不到你们 我还去工商局反映过情况呢 是你举报的 是这样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你啊 之后工商局就来突击检查了 然后我们俩 因为这事 被开除了 被开除了 是 对不起啊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以为我 我遇到骗子了 我不是故意给你们添麻烦的 对不起啊 没事没事 这事儿 我 这事儿 我是主谋加主犯 的确罪有应得 我施力他 就比较无辜了 你要道歉的话 可以跟他道 跟人家有什么关系 错在罪有应得那个人身上 是 怪我 怪我 那我现在还有什么 可以帮你们的吗 没 不用了 不知者不罪啊 你这汉卡带回去之后 就按照我施力说的那样 调试一下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 随时来找我们 那 那谢谢你们 我 我先走了 等一下 我还没有问你 叫什么名字呢 哦 我叫谢航 如果有事的话 可以到中安村的 时代银行找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